HELLO 大家好 我是天天主文版的Apple 今天我要来做开箱对比 但是今天我们要开箱的对比App不是手机 而是我坐纸上的这个Realme Box Air 还有这个JBL FreeApp 后过多说我们就来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个的外观设计 这个Realme Box Air来讲就是小小四方的 是非常的容易携带 真的是非常的小个 对比JBL来说 这个是会比较一个圆形 比较大块的一个盒子这样的形状 对我来说这两个其实都是非常的容易携带啦 但是如果当我用小一点的包包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这个Realme的会更适合我 因为它真的是非常的小个 这个会大个一点就顶掉了我的back的位置 知道吗 这个会更好 至于这两个盒子的握感呢 这个的话会比较滑的感觉 而这个是带有一种Mac的感觉 OK然后我们现在就要来测试他们两个的舒适感 先戴这个JBL的 OK我已经戴上了 OK现在我就戴上了这个JBL的 其实它不是讲很容易戴 因为它真的有时候会 你动一动下来它就会跌下来了 然后它的佩戴方式 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慢慢的放 不然的话它就很容易就跌下来了 可能它的这一个会比较偏大一点 所以我们会戴到比较辛苦 还是我耳朵比较小 这个我不清楚啦 再来我现在戴这个Realme的 好小的一个 也是有分Left Right 所以我要戴好 比起JBL的来讲 这个的戴的时间我会更短了 因为它真的是比较偏小一点 也比较容易放进去 然后比较舒适一点 可能这个是给比较小耳朵的人戴吧 刚刚就给我发现到一点哦 就是Realme Box Air 当我戴上了去听歌 物端端又不想听了的时候 我一拖下来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停止那个音乐 但是至于JBL来讲 它是不会自动停止的 电池方面呢 JBL的话是可以耐上24个小时 也就是讲一天啦 For Realme来讲 它是可以长达17个小时 也就是讲还没有到一天啦 所以JBL的无线蓝牙耳机会更耐一点 但是如果你不是说要用上一天的话 这个也是非常的适合你哦 至于充电方式呢 Realme是使用了 USB Type-C 接口 For JBL来说就是 Micro USB 接口 刚刚我就测试了这两款的耳机啦 这两款的耳机其实 都音质都非常的不错 非常的好听 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向喜欢 重低音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你拿这个 JBL啦 因为这一款的重低音会做到比较的好 现在就来讲讲一下 它们这两个无线蓝牙耳机的音质 经过两个的佩戴过后 其实这两个都有降噪功能 也就是讲在很嘈杂的环境下 听电话 听歌也可以听到非常的清楚 Realme Box Air 搭载了支持南牙5.0的高性能R1处理器 在玩游戏的时候也不会有迟钝点 在操作方面 Realme Box Air 耳机提供了三个 shortcut 分别是按两次是播放跟停止 按三次是下一首歌 长按是呼出智能助手 Google Assistant 或者是Siri 只要两只手同时长按 就能进入或者是退出游戏模式 nanana 最后一定要讲它的价钱啦 至于价钱方面 Realme Box Air 的话售价是$299 for JBL Free X 的话 它就是729块啦 如果这两个你问我 我会买哪一个的话 我肯定是会买Realme Box Air 因为它真的是比较小 比较容易携带方便之外 然后它价钱也非常的公道 才$299 只不过是它的价格就有一点 嗯 我还是觉得Realme的价钱是比较适合我 在看这影片的你们 你们会选哪一款呢 JBL 还是Realme 留言给我知道一下 喜欢这个的开箱对比影片 记得按赞分享 还有关注我们Kennett什么版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Bye Bye